二转经历大家 看看这是 这确实是一个现状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看看 想你看到这种场面 我知道 我第一印象我是流眼泪了 我真是 哎呀我的天哪 这是这是人过的生活吗 让我 感觉到第一时间 我得要绑一绑 我不知道心里 还有有什么话 能表达出我这个心 这是人 这能是人过的生活吗 这是一位大伯 二十多年 爬在地上 爬在地上这样的生活 我简直 难以自信 自觉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存在 这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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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你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影片开头的这位博主呢 就是揭开锁链女和锁链链隔壁的果被女的那位博主 据说受到外界和自身的压力太大 说是已经消失了 消失在哪里 怎么消失的咱不知道 反正啊 微博微信的信息是一概都没有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还是祝这位博主 一切安好 深入风险了解锁链女真实情况的两位勇敢的女网友 乌一和全美已经安全到家了 关于这两位勇敢的女网友呢 我们前面有三个视频来介绍她们 有兴趣了解她们情况的网友可以到我们的不放列表 徐州丰县锁链女记录里面来查阅 本期视频呢是关于徐州丰县锁链女的第15个视频 本期视频咱们来分享 乌一也就是我能抱起120斤到家后写的一篇长文 讲述的她在森楼派出所和沛县公安局的暗黑遭遇 看完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评论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 咱们来看乌一的发文 说2022年2月11日晚 我和全美一直在森楼派出所等着做报案笔录 等到10点半 一个长得和森楼派出所副所长一模一样的男人来对我说 现在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谈谈案情了 因为之前他出事过警官证 我也就信了 派出所大厅里还坐着墙我手机的那个女人 我虽然跟着这个男人 但骨子里还是非常警觉 于是我很快打开手机的录像 问他你现在是不是执法状态 执法状态我需要全程录像 他说是 我就一路跟着这个男人来到了后院 没想到一件房间门里面或站或坐了 差不多四五个高状男人 我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一下子就抢过了我的手机 抓住了我 把我的胳膊别到了背后 反压在椅子上 迅速用手铐把我铐了起来 之后把我往沙发椅上一扔 拿起旁边的一个破旧的黑色电脑包 罩在了我的头上 然后对方紧紧攥着电脑包的下缘 把我闷在电脑包里 电脑包里面涂了胶 我很快就吸不动气 缺氧了 有强烈的窒息感 感觉自己要死了 我只能出声 说我透不过气了 我心脏病要发了 结果对方就稍稍松了一点点 但气还是不够 我吓死了 满脑子都是我去的这个地方 可是拐线 这是黑社会吧 是不是马上要把我 买到穷乡僻壤了 把我变成一个八海女吗 我要一直被侵犯 给畜生男不停生孩子了 于是我的心里马上就滑贵了 从这一刻起 他们要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绝不反抗 一切配合 绝对不能激怒他们 打我也受着 我又一想 卖我活得总比死的值钱吧 于是我就再次慢慢出声 说我心脏不好 这样不透气 我受不了 结果他们给我换了一个黑色布罩 很专业的黑色布罩 像是专门招人头的 我那个时候还没想起来 这个东西我是见过的 就是以前电视剧里常放的死刑犯 被押送罚场赴死的时候 套在头上的那个 不管怎么说 这个罩子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起码不会缺氧死了 他们很快开始搜我身 我穿的衣服脚脚落落都不遗漏 我估计应该是找窃听器 针孔摄像头之类的 他们什么都没摸到 又叫来一个女的进来 把我身子里边贴身摸了一遍 这个女人的声音 我记得就是今天那个 抢我手机的女人 气死我了 我是来报案抓她的 结果我现在变成阶下囚 她来搜我的事 她有什么权利搜查我呢 她搜的很仔细 但什么也没搜到 旁边一个男人提醒她 摸摸我的耳垂 连耳垂都仔细搜查了 还是什么也没有 我心想真是小怂包 老子干事就是光明正大干 你们干都干了 又怕别人知道 黑社会还怕见不得人吗 结果他们又问我手机的开机密码 这我怎么敢说 我说了开机密码 下一步是不是要我的付款密码呢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攒下一点小钱 万万不能这个时候就让人搞走了 说好的华贵呢 哎 守财奴就是这么有底线 他们看我一直不说 居然说胆小鬼 手机密码都不敢说 这点事都不敢讲 我心想你们这是放什么狗屁逻辑 这是敢不敢的问题吗 我就说别对我用激将法 恐吓和殴打对我也没用 你们要我干什么 我都会配合的 直到这个时候 我都以为这屋子里的是黑社会坏人 我白天发微博说来派出所报案的时候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到了封县派出所你都敢进吗 我当时还当成笑话讲给全媒听 我们守法公民不信派出所 不信公安民警还信什么呢 国家从小教我们说 有困难找警察需要帮助找警察 于是公安民警在我心里 一直有着特殊的光滑 他们是我们的守护者 他们也是正义的化身 警察里可能有一些人不好 但整体上肯定是好的 他们竟一直问不出手机开机密码 也就不问了 转而去弄我随身带的东西 其实我就是带了一点现金一串车钥匙 他们忽然说 这80块钱是你的吗 我装傻充愣 我说我不知道是多少钱 他们居然上提了一点步骤 要我确认就是80块 我对他们的这个行为感到很困惑 他类似于一种警察们一直要求程序正义 居然要和我核对我的钱 核对是为了什么 核对是怕错 因为错了之后要承担后果 就是说有一天我要需要对质这个钱的 而且他们怕我后面说他们对钱动了手脚 我这样说的话他们会受到惩罚 我心态就稳了一点 至少还有以后 至少他们还有怕的事 那我就还有希望 而且这个时候 我开始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黑社会 黑社会的话 会抢了人家的钱之后 再和苦主核对一下吗 那也太搞笑了吧 结果我心态刚稳了一点点 他们又把我拉进了一辆车里 我被推进了中间的位置 左右都有人掐着我的胳膊 这可又把我吓死了 这下真的是要把我卖掉了 卖去给畜生男生孩子 然后畜生男还能领补贴拿救助 搞不好还会让我变身 凄惨孤苦女 被网红拿来不流量秀爱心 政府官员呢 还能拿我做政绩一路高升 到时候人人开心 各个受益 所有苦难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心下一顺万念 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被绑架了 拿去拐卖了 可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自己好过一点 车子不知道开了多久 终于停了 我又被拉下车 黑罩子始终是戴在头上的 进了很多人的一个大厅 一个女人跟着我 守在我身边坐着 我要喝水尿尿也不可以 我心想就休息一下吧 结果我忽然听见了全妹的声音 全妹说她透不过气 我才知道她也被抓了 我故意大声说我要尿尿向她报平安 等了很久 有人拿掉了我头上的黑罩子 要我过去录面容信息 我才发现旁边很多穿警服的男人 录我面容信息的是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 还问我既往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我立马说有乙干 这是我想了一路的办法 乙干嘛和艾滋梅毒同属性传播疾病 像到时候人家把我买回去 知道我有乙干 说不定在切换我的时候会带个安全套 我真傻 我当时都没想到小刁民们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性交能传染乙干 或者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后来录完了之后 我又被塞进了车里 又开了很久 到地方了 进行了一大堆的检测记录 我才看到墙上掉了几个大字 沛县公安局某某中心 在做检测记录的空隙 我莫属了一下 现场有13个男人 三个女人 我又想起来 全美这两天一直和我说的 封县含难量过高了 13个男人 我一个人肯定打不过 这三个瘦高女人也打不过 13个政治壮年的男人 男人太占优势 这三个女人想好过 必须得听男人的话 女人两个长服 一个警服 男人长服警服 一半一半 我不知道我当时 为什么那么在意警服这件事 我不禁下一世的在记 我能看到的警号 我还有意识的发现 带我来的人都没有穿警服 后来在审讯过程中 警服这件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我就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里 一群人围着我 还有人专门拿相机咔咔的拍我 我心想这阵仗也太大了 我和报道国家领导的重要发言 有什么区别 这么多人晚上十二点了 不睡觉来搞我 可见我有多重要 我骄傲 我自豪 然后就开始对我 投机审讯 尤其是对那个爆料视频 问的非常仔细 不断把我往那个视频上引 还问我全美的个人信息 是不是故意拍摄之类 我说我就是看这个视频内容有爆点 是个好故事 发出去说不定能播流量 全美的个人信息 我一概不知 视频是谁拍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之后的多轮审讯中 再也无法把全美扯进我的视力 他们说这个视频是虚假视频 你发布虚假视频是有罪的 我就笑了 我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怎么核实内容真假 我就是问了 人家会远远本本的告诉我吗 我都有核查权了 还要公安民警干什么 过了不知道多久 笔录终于做完了 已经不知道是凌晨几点了 第二天他们又提升我 我忽然想起来 这不对 我是外地人 这几天一直在封县活动 为什么现在是沛县的公安局来审问我 提升我的时候 说我犯了寻信滋事罪 那我寻了谁的信滋了什么罪 审讯我的男人都说是警察 我得按他们的一切要求做 给的理由是在沛县公安局里的肯定都是警察 不穿警服 不出示警官 正不报警号 就凭在公安局里就是警察 就能对嫌疑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 我现在又是处于什么阶段呢 按经历我是被拘留了 按流程现在应该属于传唤 警察可以在不出示任何材料 正线执法纪录仪甚至连身份证都不表明的情况下 进行执法要求公民无条件配合吗 审讯我的两个男免警 在被我一直问到现阶段是传唤还是拘留的时候 居然答不上来 最后不说话 他不理我 直接装死了 后来一位老干警出现了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就问他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一直在美国活动 结果是由法国来审讯他 他跟我解释是指定管辖 所以我应该放弃抵抗 坦白从宽争取宽大处理 我就更气愤了 质问他们指定管辖 总有文书吧 你把上级指定你们管辖的文书拿给我看看 总不能你说指定管辖就指定管辖了 指定管辖这种事也不可能是在微信或者一个电话里说一声就行了吧 那现在我老家公安说他们指定管辖我 是不是就能把我接走呢 结果他们又回避了这个问题 到我离开徐州都没见到那份所谓的文书 我对他们极度的不信任 既怀疑他们的身份 也怀疑根本就没有依法办案 我想起来第一次审讯我之前 他们给我看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里面有一条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 我忽然无视自通的 在他们第二次要给我做笔录的时候 说了一句 我质疑配现公安局执法的合法性 我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拒绝签署一切文书 睡了一觉脑子好使多了 难怪要凌晨突击审我这些小怂包 在之后的时间里 就是我一个人单挑全局自称干警的人了 我很快发现他们很爱来找我说话 每个人都想在我这里死一次 尤其是本事越大的越想来和我过过招 甚至几个人一起上 试图让我认罪符法乖乖坦白 小喽啰没什么意思 有的一句话就开奥了 只有三个人还是值得写一写的 三个人中一个人从此 我要他闭嘴就闭嘴 我要他倒水就倒水 一个都不敢停留的和我说话 仅剩的一个最后用尽办法 请我快快走 还送我了一颗平安寇 如果号还在 人还在 我再写吧 那么现在各位检察院 法院公安高层请来回答 一在这段过程中 这些自称公安干警的人 迁害我的哪些权益 二自称是公安干警的人 违法了哪些法律 应当受到何等处判处罚 三在自我没有任何条件 进行拍摄录像留人证的情况下 绝对弱势群体要控告对方侵权 怎么给证据 怎么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 你们如何保证公平公正 以上是无一女网友 在封县酸楼派出所和配县公安局的遭遇的记录 她最后说 如果号还在 人还在 她会再继续写 我们也对班族在封县第一线的勇敢的网友们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祝满所有人都平安